那像感情這種東西我會覺得 既然它最後結局應該是不好的 那我怎麼就不要記住我的關係 以前真的沒有比較好帥 現在也沒有比較好帥 我覺得都差不多 只是現在的話有一個感受是 路線變比較廣 就是會來找合作的品牌 或者是廠商的類別比較多 恭喜從Youtuber身份轉戰電視圈的 視網我首次入圍金鐘 他和搭配一起主持的談話節目 哈囉你給問嗎 入圍生活風格節目獎 及生活風格節目主持人獎 先前他已眼球中央電視台頻道走紅 不過去年5月宣布無限期停更 令不少粉絲覺得可惜 所以是不可能再回去了 有一個機會很渺嗎 找不到什麼理由跟原因 我有說前幾天 國慶那個主視覺出來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一直APP 然後我自己發了那篇文之後 我不知道按了什麼按鍵 然後我就被登出了 然後我現在登不進去 但Youtube 但Youtube我登得進去 但臉書我現在登不進去 反正Meta就是搞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就被跳出 跳出之後我就登不進去 可能心境上有一些轉變 就覺得說好像越來越沒有想要一直去 以別人的事情為自己生活的主要的 的內容這樣 我希望自己的生活有多一點自己的空間 然後可能可以多一點時間跟訪問 然後可能可以多一點時間跟訪問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所以如果我要重啟的話 那是必須要一個團隊 那這樣就會回到那個 無限回圈 就我又要開始的慣例了 那我就會覺得這非常辛苦 網紅波特王日前爆料中國雜錢 邀請多組台灣網紅拍片大外宣 以用默口吻反奉 中國時事的視網摩頻道 竟然也收過中國邀約 我完全沒有被邀請過 那邀請我也很奇怪啦 就是 幹嘛邀請我 有時候要跟我買內容 然後發到讀頻上面 好像是75的樣子 滿眼球的粉絲專頁 那時候就想說 一方面我不會賣一方面 你開是什麼家 75萬 他不騎我 對阿 我一個商業合作的負責這樣 事業蒸蒸之上 但聊起感情狀態 失望我卻哭了 我應該算過度理性的 我會把每一件事情 都做最壞的打算 那像感情這種東西 我可以 既然它最後結局應該是不好的 那我怎麼就不要進去回事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不適合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不適合 那我會覺得管很多 所以後來就覺得 那可能自己真的不是很適合 那也不要隨便害人 這樣 可以 那你會覺得不適合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